哇!好漂亮啊! 怎麼這麼大?怎麼太陽這麼漂亮呢? 早晨是第四一 現在天亮了 沒有多部攝影場 哇!好漂亮啊! 怎麼這麼大?怎麼這麼漂亮? 今天應該是美好的天 好了!繼續走出這個塔頂 走到登塔了! 登塔還隔了一條小路 沒有啊! 現在走出來看看是甚麼 補多補壓 有沒有牌 這個應該是最美的 走到最盡吧! 好!來到盡頭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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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出現 Huh? 阿摩餐 没有 离开这个页 一会二后 现在来到这个琵琶喇指望台 这个琵琶... Vera, Oh 湿园 这个梦多布湿园,看下去 琵琶喇指望台 看這個濕遠 看到這些大治療風景 這個心狂的神移舒暢 YC來了 哎!本身都不太有力了 上次又很熱 很滑 現在不動了 現在正在跟租車的人 看看怎樣處置 我看到漏油 這些油 還在滴 一會二後 現在租車說換車 但要等到三、四個 這樣就沒了半天 那我就去吧 一會二後 剛剛維修完了 他還想力玩狂玩 看看可不可以駕定 結果是不行的 他說三點左右來到 我換另一架 其實我睡了一覺 已經過幾個小時 已經一時左右 沒辦法了 旅行總有意外 我去了這麼多次 都不算很大問題 但也是平安的 沒辦法 有一點點不開心 但浪費了時間 我老婆是值得我學習 我自己也有脾氣 如果不順意 都會發自己的脾氣 但我老婆 可能會覺得 你不開心 發脾氣也改變了一件事 不如接受了他 你就不會不開心 那好吧 現在等三點來到 再換身車 再繼續行程 然後就去午餐 又是吃蠔 好 現在吃東西 蒸蠔 哇 這個 蠔叫蜜麵 蠔梳 這個拉麵 好 大家好 浪費了一天之後 大半天 每一天 九點幾十點開始 到四點幾 五點 拿了一輛新的車 其實同樣 這輛是一號 其實那輛是二號 這輛年份再夠兩年 現在就來到 日本最東的根室市 咦 現在我們就吃其中一個名物 待會進去再說 因為我要看回名字 叫做日文 現在就去那間 養食屋 帶大家吃好西 這次旅程 盡量去到當地 都會找一些 很特色的食物 傳到美食 我來日本通常都會這樣做 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跟我一樣 好了 已經來到門口了 我來到了 燉牛肉 這個有個湯 那我的呢 就來了 是炸過的豬 我這個就是 筋室三大味蜜汁 怕不夠飽 吃吧 炸豬排 不過很薄 炸豬排 它是說薄的 它是說薄的 但是它炸得挺好的 是啊 這也不是很激烈的 嗯 這個飯很特別的 飯是有點黏的 是啊 我吃了那個 這個飯很紅的 有些咖喱味 好像有些紅咖喱 紅咖喱飯 這飯有些香料 不是純粹白飯 挺特別 我覺得飯是比較特別的 豬排炸得很薄 不會乾 很有肉汁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辣辣的 是不是洋蔥湯呢 有什麼味道呢 喝到但是喝不出來 黑椒和胡椒的湯 不知道有沒有吃過 香港的胡椒麵 類似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沒有那麼辣 也沒有那麼鹹 吃飽過後 吃飽飽 這間洋食屋的 New Mont Blanc 不錯的 我覺得挺好吃的 看起來好像很普通的西式飯 但是吃起來也有點巧妙 它排行這麼高位 是有原因的 所以這個也很好 也不是貴 牛肉那個就1100日圓 我那個豬排還要890日圓 經濟實惠 回到超市買些東西 然後就駕駛去全日本最東點 納沙布鴨 我們在超市買完東西 就駕駛多半個小時 就去到納沙布鴨的燈塔 在那裡 我們還遇到野生的狐狸 可惜那裡不夠光 加上我又拿不及相機出來拍 最後只拍到這三張蒙殘雜的照片給大家看 我們就在燈塔旁的空地 拍下車過上一晚夜 迎接日本每天第一度的神光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就給個like和share 還未訂閱的朋友 就訂閱 按旁邊的鐘仔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星期間